大家好,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本书叫高绩效教练 这个书的封面看起来像一本教材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它这个封面设计 但是它是一本相当好的书,已经是第五版了 教练这个名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大概在我现在想想应该是11年12年前 我第一次在新东方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教练主题的一个培训 那是我第一次听教练这个词 十多年过去了,其实之后的话就经常听到 但是我们要承认其实教练这个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即使是过去了十多年 但依旧不是特别的大众或者是为每个人都所熟知 而且中国非常专业的教练 以及这种深入的教练技术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 那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工作能力的提高 以及或者是你人际关系合作 甚至是亲子关系的一些变化和进步 教练的定义是什么 教练是说教练他的正式的定义是 客户的伙伴通过发人深省和富有想象力的对话的过程 最大限度的激发个人的天赋潜能和职业潜能 当然他最主要应用的场景是在工作当中 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 他是通过对话去激发一个人的潜能 那当然我们对这个教练首先就有一个误区 就说那如果我要跟一个人对话 我首先级别得跟他达到一样 对吧 我得跟他一样行 或者说我得指导他 我要不指导他 我怎么做他的教练呢 所以你看教练这个词 很多人会把他认为就是我比你强 所以我就做你的教练 但是其实教练更多的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陪伴 我把这名英文它是叫coaching 教练其实更多的是用来 它是一个伙伴的意思 所以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教练并不是指一个人更强 不是说我更强才能指导 我读一下书上他写的这些话 他说教练的作用不依赖一个年长经验丰富的人 传授他的知识 事实上这将破坏一个人 建立自身可持续的绩效表现的信念 你很强不是更好 反而会破坏对方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善自己的绩效的这种信念 我会有一种依赖感 我老公比我强 我都听他的就行了 过十年过去了 你发现家里就越来越以他做主了 那在单位也是一样的 那领导 领导肯定得到的信息比我们要多 我们经常在职场听一句很不通行达理的话 就是说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对吧 不理解的应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理解 这就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 我的信息和认知比你的优越 所以你要听我的 但长期以来慢慢的就损害了下属作为一个个体 他发挥自己潜能的这种可能性 我没用啊 都听领导就可以了 反正我的工作很简单 我都流水线 我就组装这个 我不用动脑筋呢 十年过去了 你发现你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教练不是要 我比他强 我才能做他的教练 不是 教练有一些其他的能力 教练一定要学会什么时候分享他的知识和经验 什么时候不需要分享他的这个经验 所以一个知识太强的人 他忍不住 他反而会多分享 或者会影响他的姿态 就对方他坐在你对面的时候呢 他就自然的会期待你 你要指导我 这个将会破坏你对于教练的这个身份 教练反而不是要特别强 但不是说教练需要一个很弱的人 他不要误解 教练有其他很重要的一些能力 我们待会讲 教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手 他不是一个咨询师 他不是一个顾问 你看 我应该怎么做决定 包这个课还是包另外一个课 他不是一个顾问 你不要问我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问题都在你自己内心里面 他也不是一个教师 我们经常说教师有教师枪 我就特别害怕自己有教师枪 我特别想做一个主持人 主持人的话就可以 他可以提问 可以挖掘 可以质疑 我觉得那个身份对我很好 我特别怕自己成为一个 一上去就想指导别人的人 尤其是朋友什么的 一过来跟你聊天 你发现你就开始给他讲道理了 你甚至都不是一个指导者 这个特别让我想起的就是 你看阻碍我们跟孩子成为朋友的 也是这个对吧 当一个父母太强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孩子 很难和父母成为朋友 因为你的知识经验和权威 会压倒性的给孩子带来压力 所以教练是一个回音币 他是一个引导者 是一个觉察的创建者 所以我们刚才说 教练有一些其他的能力很强 他什么能力很强 就他的觉察能力很强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 在70年代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案例 就是一个不是网球专业选手的人 却培养了一个网球的专业运动员 这个在现在看来 很多人都很难相信 就是你自己不会打网球 你怎么去教其他人 但实际上现在 其实你看到的很多的教练 在技能上已经完全不能给他的运动员提供太多的建议 比如说世界冠军 比如羽毛球 林丹 他需不需要教练 他需要教练 他的林丹的教练是一个引导者 是一个觉察的创建者 教练的一个能力很强 就是他的觉察能力很强 对教练强不强 当然是很强 极其敏感敏锐 善于提问 而且他的情绪非常积极 就他永远把问题当成是一种建设的机会 这个就很很少有人能做到 很多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首先能量就往下掉 但是教练呢 永远以积极的方式去看待挫折 这个是很很难的 所以教练是一个支持者 就是我现在想一想 在我的工作当中 过去从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那个培训 到现在 我已经是无数次的用教练这种方法 虽然不是非常严格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模型 我们今天有个叫Grow模型 不是按这个 但是这种技能会穿插在我的员工面谈 尤其是家长面谈跟孩子的面谈 我待会会讲我的一些案例 一种最主要就是 矿业的整个主线就是 全都是以教练的身份在服务留美家庭 后来我们发现 当然我们没有服务整个留美的 整个 比如说一万人去美国读书 我们可能只服务了其中的百分之十二十 这是很少的一部分比例 但是事情做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什么 他深刻的知道他应该为谁服务 用什么服务 而由此发展出一套独特的 企业的价值观工作方法 然后非常坚定的去服务那些适合我们服务的人 从而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的模型 或者是在这个市场当中他有一个好的站位 我觉得这个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一不小心凭着一种本能去找到的 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们现在这种教练的文化和我们整个人的成长 我的信念 我的价值观 我的为人都是高度贴合在一起的 走到今天 我们不能说我因为这个教练这个工具 就走到今天 但是整个方法论价值观一定都体现了教练这种技术 所以最适合用教练这个技术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本书 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 我们动员我们的管理者去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特别要成为一个回音币 一个引导者 一个觉察的创建者 一个支持者 所以管理者首先就应该 他这个能力就应该非常强 我们有权利一说 只有影响力 甚至有时候影响力 权威感都要放到最低 而应该用一个聆听者 一个引导者 一个觉察的创建者 去支持学生 支持流美家庭 从来不创造专家 从我开始就非常接地气 集体讲 讲究简单真诚的文化 那么当然我不是说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这样 但是知道自己应该成为谁 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这是我们说 十年或者我觉得 还可以再做十年 再做二十年 可是中国很多商业模式 是做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做着做着很多生意 做不下去了 很多公司越开越艰难 最近做得非常艰难 那这是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件事情可以做多长时间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这本书当中前面讲到 说在美国过去四十年 管理发生最大的变化 我可能没有那么宏观的视觉 但是他说 过去美国四十年的管理 发生最大的变化 就是from tell to ask 原先我就I tell you 我就告诉你 应该do what就行了 但是现在我是请求你 对吧 我请求你做某件事情 我向你提问 然后你自己觉得 我应该去完成一件事情 最糟糕的员工 他就是这样的想法 说哎呀 反正干一天是一天 那领导吩咐了就得干了 对吧 你别问为什么 反正你就得干 我们长期认为 这种是高效率的文化 服从高效率的文化 但是啊 时代一步一步往前发展 你发现人的需求 不断的在变多 就是当你吃饱饭之后 你的需求逐渐往上走的时候 人已经不是原先的人 管理也不是过去的管理 现在管一个公司 和过去管一个公司 它不一样 即使是工厂 人的需求 员工的需求 工人的需求 它也在不断的增加 你发现这种 以前的这种强压打骂 已经不管用了 包括餐厅 你开一个 哪怕你开一个足疗店 什么的 你都得要去关心员工 启发员工 告诉他 为什么要做一件 这样的事情 否则的话 事情就很难去 或者是良好的服务质量 至少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 我觉得教练这种文化 至少不选择这个路 不是他越走越难走 很多生意难的地方 就是越做越做不下去 但是知道 时代的发展 人性的进步 他一步一步 他这个方法会用 越用越好用 这是我们觉得 我觉得教练这个文化 虽然现在不流行 但是却特别值得要 推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些要解决这个误区 就是你做教练 你不是说我更强 所以我才做教练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教练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今天给的一个模型 叫grow模型 grow叫成长 他这个英文单词很好 叫grow成长 那企业的重要的目标 就是员工的成长 虽然员工的成长 有些时候会让位于 企业的产品 或者是严苛的制度 但是成长是贯穿 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主线 一个企业 如果没有给员工带来成长 是你今年是能开得下去 但是你五年后开不下去 这个也没意思 如果我作为一个创始人 我想开一年 还是想开五年 那当然想开五年 所以如果你真正是 这个企业的参与者 或者是主人 你一定会是希望 员工发展放在第一位的 当然很多有一些 短期目标的管理者 他就觉得说 哎呀你讲的这些都没用 启发员工太难了 那都是很长期的目标 对吧 重要不紧急 是很重要 但也不着急 对吧 一天不做又不会死 不对 如果是到这个阶段的话 我反而会把员工的发展 看成最重要的事情 我跟下面的业务负责人互动的 主要就是员工的发展 解决不了员工发展 什么业务啊 收入啊 卖了多少产品 这个月 这个销售多少课程 没有用 只有有能力 有潜能的员工 他才能创造出良好的服务质量和口碑 这个企业才能持续做下去 否则的话 就一个人做企业 明明知道三年以后就开不下去 但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做不下去的 他很痛苦 一个人即使今年困难一点 但是想到每年的情况都会更好 而且一直能持续做十年 他就会特别开心 同样面对同样艰难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疫情 或者是在非常重大的这种 外部环境面前 依旧觉得没有那么难的原因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已经难到完全无法做下去了 算比较平和 整个还是比较平和的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定要带来员工的成长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 就是企业它有没有一个目标或者有一个目的地呢 没有 企业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 他们在找答案 这个世界的答案是什么 到底什么最重要 什么有意义呢 什么好玩呢 多的管理者带的员工都在找答案 而且这个答案它永远不是一个终点 没有说企业找到答案上市了 或者是大家财富自由了 然后呢 这个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是这样 所以一些以上市和员工报复为目标的企业 大部分都很惨 企业最重要的是在探索一件事情的意义 比如说苹果 对吧 用充满科技和艺术美感的产品 去服务全世界 给人带来快乐和享受 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马斯克 为能源的转换全球的清洁能源而努力 它这个目标没法突然间有一天就达成了 对吧 让我们原先设定的目标 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真善美 这个世界有没有一天就至善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让这个世界更真诚一点 更善良一些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远景 那是很难很难实现的 就大家在一起找答案 这个才有意思 它就是一个无限的游戏 才好玩 对grow成长 员工的成长是最重要的目标 那我们看一下 就我们今天这个作者 他给了一个工具 他这个工具 他就说用这四个步骤 就可以给员工带来很多的成长 我觉得特别好记 grow的g就代表go 就目标 你今天在一起跟员工面谈 你们有一个场景 你们可能是年终面谈 绩效面谈 评价他 布置一个工作 复盘 开会 或者是我们一起探索一个计划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有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 你第一个事情就得先得定一个对话的目标 我们今天在这聊天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 我就说我的这个面谈当中的这个教练的技术的使用 我在面谈当中一定要问孩子 就是说你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短期目标就是 我们今天有两个小时 特别希望能了解你托福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一起建立真的能够实现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我问孩子 你特别希望今天跟你聊两个小时 你得到什么 这个我以前问的不多 但是现在我突然想到我应该问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我经常问 我经常让老师去问这个问题 说你想从我的托福课堂当中得到什么 有多少老师会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真的希望80%的老师都愿意问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重要 有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 一开始就开始喋喋不休的去讲很多的知识 其实这个时候老师大部分都是在服务自己 而不是在服务学员 服务学员的最好的方式就是 问他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让老师怎么上这个课 你想得到什么 如果这个学员说我什么都不想得到 那至少我知道 原来这个孩子没有目标 没有诊断 或者我愿意去启发一下他 你真的没有目标 让你再想想 那你今天花了两个小时 你肯定有一些期待 你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那哪怕希望我给你讲个笑话 也是你的目标 但我至少得知道 你想我做什么 这样我才能给你创造非常好的体验 或者达成这个目标 很多老师都会忘记这个 那我们的年终面谈 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有40分钟 那你希望在40分钟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或者是我有一个家长如果来找我 那我也可以问这个问题 今天有一个小时 三点的时候 我有另外一个家长的面谈 那我们这一个小时 我特别想知道一下家长想从这里获得什么 家长说我不想获得什么 我就是不小心就进来了 那好了呢 谈话结束 不用谈了 因为没有目标 对吧 你就完全 我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创造一个目标 那实际上确实有一些谈话 有一些参与者 并他是 他是这个非自愿型的谈话 这样的话 你发现谈一个小时非常痛苦 最后的结果也总是 除了增加你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之外 确实很难达成 所以首先要确定谈话的目标 那谈话的目标 有一些问问提问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 这本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 他会给你很多提问的方法 就非常具体 他就告诉你 就问这个问题 就问这句话 这些话看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我特别建议大家要把它 抛写下来 记下来 或者你多用 你反复的用 如果你在公司 你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你是一个人事的经理 你是一个企业的创始人 那么你就会有很多谈话 你要通过反复的使用 把这些对话变成你的下意识 我记得有 我在做一个那个模拟的 这个对谈 有顾问老师就扮演一个家长 这个家长就开始不断的抱怨 你这也不好 那不好 这也不好 那不好 然后这个顾问一直是说 你看这样的家长就没有办法聊 然后我就开始问这个顾问 我说家长 他扮演的家长 我说家长 既然你觉得我们有这么多问题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选择过来吃面谈呢 这个时候他就把问题全都甩到一边 他说 那其实呢 我是希望能找一个什么 我希望你能给我怎么怎么样 你看 他真正的目标就出现了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提问的方法 有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可以彻底扭转家长能量使用的方向 他原先一直在抱怨 一直在给你压力 但是上他是有目的的 只要你提问的方法一变 他就会把他自己的目的拿出来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提问的方法 第一是你希望从此次教练当中获得什么 老师要记住的是 你希望从这节课当中学到什么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你希望从这节课当中能学到什么 我们很多课堂之所以很难熬 就是因为没有和学生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没有发掘学生的目标 有时候学生一道题做对了 然后他给他讲50分钟 这种课堂其实都是在服务自己 不是在服务学生 而且学生是没有参与感的 他一定会走神 我们现在有半个小时的教练时间 你希望结束的时候进展到哪里 半个小时就像我们的读书会 我们聊不了太多的东西 我们只能讲很简单的那种东西 我们一定要确认对方想抵达什么阶段 这次教练可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要确认目标是因为我们要让对方的能量放在目标上面 而不是他过去所的问题 就你因为你关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如果你关你害怕失败你就会关注失败对吧 你今天不是来跟我聊失败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难 竞争对手都搞不定 我们也完全搞不定 比如说最近苹果推出了一个虚拟VR眼镜 特别难做 芯片搞不定 散热搞不定 他一定会非常热 续航搞不定 一定得接上线 接上线玩起来又不好玩 然后戴上戴上这个吧 分辨率不够 他就容易头晕 反正一戴就肯定是不行 另外的话他很难和现实融为一体 这没有一个能解决的 你关注什么 你就会得到什么 对吧 你关注失败 那你就得到失败 那别做了 苹果这个项目就放弃 事实上在苹果 人是没有抱怨的权利的 只要管理者提出说 不行 我就是要散热 你没有什么权利可以争 我现在要的结果是 如何实现这个散热 我现在要的结果是 一个人戴着眼镜 怎么还可以看到 周围的环境 我就是要这个结果 你只能关注这个 所以我提问的方式是什么 你希望从此次教练当中获得什么 来我们来关注收获 而不是关注失败 所以第一个 先一定要确认目标 一定要确认 这个目标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量化 不能太抽象 如果是太抽象的话 要进行引导 你的意思是 你指的是 你能确信你 你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吗 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他努力就能获得的 一定要先关注目标 那关注目标叫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探索当前的状况 你想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三个月之后托付100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现在托付考了多少 现在当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要探讨一下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好像挺简单的 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一个演员老觉得自己的表演 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或者自己没有办法战胜舞台的紧张 这个时候的话 作为教练就可以问说 你在那观众面前什么感觉 你要探索当前的状况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当你说话的时候 你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 如果用一到十打分 你觉得你的自信度有几分 你的呼吸是怎么样的 你在说第一句话之前 有什么想法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问 所以你看这些提问的 它的优点就在于 他问了很多细节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特别需要一个提问者 引导他们去觉察自己的一些细微的感受 你到底觉得什么难 这个很宽泛 当你在你坐在考场的第一分钟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你做完第一篇阅读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你做阅读的前三分钟 是什么样的感受 当你看到一个单字特别难的时候 你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 就要去问到很细 然后这个学生再开始去觉察一些 他以前没有遇到 没有觉察到的一些恐惧 一些障碍 在分析当前状况 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一个人的项目推进不下去 当他不断的聊聊聊 我的问题什么事 其实就是有些人在聊到问题的时候 突然会有惊呼一声 哦我知道了 而且带着一种强烈的想行动的冲动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谈 就grow走到这个 reality这一部分 就已经结束了 不需要后面的这个什么行动啊 这些不需要 后面两步都不用了 就当一个人真正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会带着强烈的行动的意愿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引导着他去觉察自己的问题 当他终于明白问题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特别想通过练习去搞定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成就感 由胜任所带来的一种成就感 这个是很棒的感觉啊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跟朋友之间的谈话 跟一个特别好的 虽然他的名字不叫教练啊 可能是像教练一样的上级的谈话 你会说偶尔会产生这种感觉 哦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解一道数学题 对吧 或者写一篇文章 当别人不断的给你提几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恍然大悟 这种感觉是最棒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做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行动的意愿都来自于自身 他带动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承诺 积极的能量 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棒的 那我们的家长 如果跟孩子之间对话 偶尔有一两个这样的场景 那也是很棒的 那今天考试你觉得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然后你考试考到最后三分钟什么感觉 你考试前十分钟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对一个演员 对一个演奏者 对一个指挥家 他其实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提问 运动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提问 去充当他们的教练 按锁当前的这个情况 然后可以达成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是Option 如果在分析当前的状况的时候 并没有让对方有一种强烈的行动的冲突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来跟这个对象 去聊可供选择的策略和行动方案 我们能做一些什么 对吧 我们能干点啥 有些时候一个人果不不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对问题解决 就是影响我们对问题产生解决方案的因素之一 就是我们自带了很多隐含的假设 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感觉出来 我们自己都没察觉 大概有这么一些 有些人会觉得说 比如说苹果的这个VR眼镜 搞不定的 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 你不可能能搞定的 但是苹果因为它带着一种文化 就是要创造不可能吧 Nothing is impossible 那可能如果换成其他的一个小公司 比如说一个创业公司 那他这个是要做一个VR眼镜 他很容易产生说 不可能解决散热的问题 不可能解决分辨率的问题 不可能解决跟现实融为一体的问题 解决不了搞不定 那对竞争对手还想的不如我们多吗 他们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对吧 像我们这么小一个公司 因为没有钱 研发的费用这么少 怎么可能搞定这些问题 好 可能我们内心深处 带着这些负面的假设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到第四步 就说我准备这么做 有些时候他们被迫走到这一步 就是对行动有一些承诺 但是只要教练问他们说 如果说从一到十分 你的行动的意愿 你打几分 他会说六分吧 七分吧 凡是打这个分数的 基本上这些人都不打算行动 或者绝对坚持不下来 他是碍于勤勉在这里承诺 就说你这个托福一天背三十个单词 你觉得一到十分 你的行动意愿是打几分 他说六分吧 好 这个孩子就完全不想背三十个单词 他只有说九分 十分 他才是坚信 我真的是可以做 所以在第三步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探讨 你能做什么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问的方式 大家要记住这些提问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就是说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预算 会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有时间背单词 你会怎么样 你先别想 我没时间背单词 先别想这个 如果有时间背单词 你会怎么样 先排除他这些负面的因素 如果你知道 就是这件事情 你觉得很难 跟同事合作 这个项目好像没希望了 你找不到答案 但是假设 如果你找到了答案 你觉得事情会怎么样 找到答案 大家合作很好 项目进展很好 市场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好像 有一点感觉了 就是你要排除他的干扰 要继续使用 如果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资源 对吧 如果你知道内心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应该会是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 你能跟这个员工很好的沟通 那你应该是一个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 如果你觉得你知道 怎么样可以把托付考到100 你会在哪几个方面去改善 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要去探讨各个方案之间的这种可能性 在这之后 才能够去确定 最后一个 就是grow这个模型的 最后的一个 就是when who will do what 下面就是行动的承诺了 对吧 就是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比如说 我们一起来头脑风暴一下 讨论一下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来激励项目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吧 这个就是行动的承诺 who do what and when 得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 那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提问的方式 给大家念一念 然后一定要记住这些提问的方式 就是你要问什么 就说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你这样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做 我怎么知道你做了 我怎么知道你背了单词了 你准备每天都给我拍一个图片发过来 很好可以可以 那我怎么知道你 你把单词完全都背会了 哦你会录音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看的那个 那个单词本是念的 哦你会拍一个视频 哦很好可以可以 你确实愿意这样做 一到十分 你有几分想做 九分十分 哦很好 好的行 那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写下来吗 可以 签上你的名字 很好 非常好 那这个你看就是就是我们跟孩子面谈的时候一种方法 就是你要通过提问 另外的话有一个几个小的细节啊 关于这个行动这一部分有几个小的细节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注意要提这个问题 如果你看到孩子稍微有一些犹豫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这是一个必要的完整性的问题 以确保教练对象将来没有借口 说当时一定要教练遗漏了什么 这是教练的责任 就是你要确保你没有落下什么 否则这个孩子会出现说 哎呦 老师你当时也没有说这个 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得背单词 哎呀老师你没有说放假的时候要背 老师你我们家里没网络 你当时没有说网络没有也要背 我没网 我就没给你发这个 你看 你还有什么考虑 你还担心什么 怎么会阻碍你去做这些行动 你一定要确保整个因素的完整性 还有从一到十分 你的执行坚定程度打几分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怎么阻碍你打十分 什么阻碍你打十分 这个也得问 你为什么没打十分呢 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那些阻碍因素重新再表述一遍 这样他的行动要更加坚定 好 那行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叮嘱的 就是你下周的时候 教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连续十周 那你下周的时候呢 你要跟他核对行动 他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没有成功 或者一个孩子没有按计划去做 没有按老师的要求去背单词 好记住 在一个信任的教练关系当中 一定要让对方觉得 他们可以找到你寻求帮助 重新回到正轨 记住 对方一个孩子没有背单词 不是一个老师责备他的理由 不是你发泄自己情绪的机会 你劈头盖脸 骂他一顿 训他一顿 没有用 所有的教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 他会把孩子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都当成是一种机会 正是因为我们上个星期没做 我们才出现一些需要今天对话和教练的主题 要是你没问题了 咱们教练今天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对吧 所以挺有意思 你上周没做 来来来 我们现在今天的教练的目标就是分析上周 没有执行下去的原因 是目标太高 还是你并不喜欢 或者你当时的承诺是有什么其他的压力 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 引动的这种promise 就是你的承诺感就会更好 那下周再来的时候肯定有改善 这就是教练的意义 你发现它是一种很积极 很正面的一种能力 所以特别特别要提醒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教练 你和他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恰恰你不会因为对方没有做到 而觉得气急败坏 可是在生活当中 具备这种专业能力的人 当然并不多 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跟朋友聊天 也会出现那种教练的场景 对吧 一个朋友对你没有评判 不断的提问 然后倾听 你最终找到的答案 但是十个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两个朋友 你能遇到这么能力很强的 或者是对方有一种 他有一种持续成长的一种能力 就他不断的在学习 不断的在学习 最后呢 他学会一种下意识的倾听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很幸运的 可是我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 其实比如说 现在是极其渴求一个教练 我是非常需要一个教练的 我内心的这个疑问是非常非常多 我相信如果我有一个教练的话 我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绩效 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那在我过去的生涯当中 当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长者 他会以类似一项教练的这种方式 在激励或者改变我 激发我的潜能 然后让我一步一步学得更好 那有些时候我自己也做自己的教练 比如说通过阅读啊 甚至我通过读书会 就我自己在讲的时候 实际上在教练我自己 自我教练 这也是一种成长 但是他总是会出现一些 自己有情绪 朋友有情绪 或者是不够连续 所以教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啊 如果我们听读书会之后 你会觉得说 我挺适合 你刚才讲的这些能力 或者我很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做一个教练啊 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工具的 先要确立目标 我们要做什么 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 那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呢 我的现状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对吧 然后我可以选择什么 我做ABCD 来我们现在 那你现在有没有意愿 你愿意做这些事情吗 和一个孩子面谈托福 和一个要离婚的这个夫妻 谈他们之间关系的修补 和一个项目经理 去谈如何推进这个项目当中 小组的情况 和一个员工要进行半年的总结 或者要布置一个 去面谈全年的计划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那要注意就是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之间 和朋友之间 我们不是非常严格的 非常矮板的去使用这四个步骤 而是告诉大家 这些要素很重要 有些时候你会搭配 有些时候你问到第一个 就不需要了 你只要把目标一定 很多人就明白 我明白了 我要搞定这件事情 其他的后面他都会想到 所以他是一种 当然他可以看成是一种技能 一个工具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可以带来 他积极证明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就是一个人的承诺 觉察 建设 责任感 然后他会极大的提升 一个企业的效率 他会带来一种 与众不同的产品 不是很需要 每一个员工 都能达到这种 通过教练 都能达到 个人潜能的技法 有一个最后 最后讲一个小小的 你刚才我听了 你讲的整个这个过程 提了很多 每一个步骤的 应该 应该去提的问题 怎么去做 但是我总觉得 有一些员工 不太适合用这个 太麻烦了 太慢了 有些人也没用了 你比如说工厂里面 难道这个管理者 应该这样跟员工对话吗 那不累死了 就比如说我开一个包子店 那我就让他把包子都 这个做成跟我一样的 就行了呗 我就命令了 多省事啊 对不对 好 那在这本书当中 我觉得是我第一次 真正解决了这个疑惑 我记得当 上这个教练的培训的时候 我非常兴奋 我就特别特别好 仿佛得到一种启发 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个级别 比我高的管理者 他就非常质疑 大概说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哎呀 有些员工根本就不听你 这个都扯淡 他花了大概一半的时间 在现场质疑 我们请来的培训师 我当时 其实心里有一点点奇怪啊 就特别像你关注什么 就会 我觉得我得到的东西 和他得到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得到了 我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关注这些 那为什么 同样一个东西 摆在你面前 那有些人就完全感知不到 但有些人会觉得说 哦 我觉得这个 有点像我们 像什么 有一个会果 是吧 有一个 就有一个会根 在你身上啊 所以你就 突然间就被得到 启发了 像动物一刻一样 那 在 这本书当中 也告诉我们 就我刚才问的那个啊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用 有些员工是没用的 哎 好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 在这个书当中 他再一次 引申了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但是是第一次 在这样的场景下 帮我解决了教练文化 是不是每个企业 每个员工 每一个场景都需要用 我们来看一下啊 人的需求 人先是要有食物 水 对吧 他是生存需求 然后是安全 庇护 安全 再走到的就是归属感 第一是一个人 首先他得吃饱饭 对不对 然后他才慢慢的 他要买房 对吧 然后他才是归属感 归属感就是 他要找一个好的团体 他的同事的关系得要好 然后是他人的尊重 比如说领导尊重他 欣赏他 热爱他 然后才是自尊 自尊就是 我不需要领导的认同 但是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吗 我对别人有用吗 他慢慢的就变成一种独立自主了 不是依赖他人 前面的关系都是依赖他人 就是别人要给我归属感 我要归属一个团体 我要在一个公司 我得找一个小组 我要在这个小区 对吧 我是中国人 这些 越往前面走的这个需求 就越依赖他人 而且在前面的食物和水 都是属于冲动任性 对吧 肚子饿了 什么不管不顾的 然后就要去 反正先吃饱饭再说 然后为了生存的需求 为了食物大打出手的 人性的饿的 这些都非常非常少 可是当一个人的需求 逐渐往上走的时候 他就出现的是 我需要他人尊敬我 或者是我需要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然后是自我实现 就是我又没有实现我的使命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一点意义 我不能就这样死了 对吧 然后我的生命就清零了 我不能这样 他有一种巨大的危机感 会去激励那些 已经解决了食物和水 甚至安全的这种 那你说我去哪个馆子 吃顿饭 我会炫耀 这个对我来说 已经完全都不重要了 就到底吃什么 对我完全不重要 买什么样的衣服 贵或者是便宜 就优衣户就能搞定一切需求 我永远买一样的T恤 直接来五件 不需要花时间在这上面 因为食物水庇护安全 住在哪 住什么样的房子 这些对我都不重要 因为早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需求 那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他人的尊重 然后再往上走 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终点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你永远不可能说 我现在达成自我实现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了 没有 这一辈子人实现自我需求 是非常非常难的 比如说马云的自我实现 那创建淘宝 阿里巴巴 这自我实现 那成就感大了去了 可是到他50岁 在退休的时候 很难 我现在的自我实现是什么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对他来说 人生的挑战就很大 你不能说你都几千亿了 你还缺什么 不是这样的 那个东西 他解决的是食物水 房子 住房 这些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吧 自我实现是最难的这一部分 那你看 那你看今天的我们教练的工具 在解决什么 解决的是他人的尊重 自尊 自我实现这些需求 所以在一个企业当中 一个管理者 他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者 他就必定要走到 自尊 自我实现 一个还处在比较低层 比如说管理者 在一个企业当中 对吧 他拿到的薪酬 都让自己的生存有危机 那这个你要再跟他谈 非常远大的理想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同时也告诉我们 如果处于低层次的领导者 会有自私的心灵 无论他拥有什么样别的技能 就这个人 不管你编程很好 产品很好 市场营销很好 只要是你的层次需求比较低 那么你一定会很自私 自私层次的领导者 虽然有了充分的激励 但是他可能会寻求更多的表现机会 就这个人在做管理 是在表现自己 老师有时候也是这样 老师有时候上一堂课 是在表现自己知识的渊博 而不是去服务他人 什么时候一个人会去服务他人呢 就他已经走到 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者 一个人必须超越低层次的需求 超越对于地位和认可的需求 以及对于自我利益的需求 或者是已经被满足了 他超越了 我觉得我被满足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被满足就不需要了 有些人他好像永远满足不了 对吧 他永远需要更多的钱 更多的好吃的三珍海味 去好的餐厅 永远在炫耀买奢侈包这些 我觉得那些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我不需要了 那成为这样 他能成为一个 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一个领导者 他会下意识的去想把事情做对 或者是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要的是自我实现 他要的是自我实现 然后呢 他就会走到一个道路去 干嘛呢 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进入自信自尊的需求层次 就会随时做对的事 而不是表面文章 或者把事情做对 那只有真实 才能带来良好 是特别强调真这个文化的 这当然就更宽广了利他主义价值观 简单的说就是 当一个人真正走到自信自尊 自我实现 那么这个管理者 他就变成了服务他人 而非服务自己 服务他人可以变成是 意义目的和归属 就是创建企业啊 做管理啊 升职啊 在这个位置上啊 目的是什么 就是服务他人 服务他人是非常愉悦的 而且有多种形式 很多人很讨厌服务他人 给别人端盘子 端盘子送水 这在中国文化里面 很多都是贬义词 但是服务他人 有很多种形式 你不喜欢端茶送水 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 比如说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培养人 我喜欢这个工作 你看这也是服务 我每天和我的业务负责人在一起 应该怎么做 你看这 服务他人有非常多的形式 它是令人愉悦的 而服务他人就是生命的 终极的意义 目的和归属 一个人只有在这个需求层次 不断的往上走 不断的往上走 到自我实现的时候 他最终就走向 污污他人 所以教练这个工具 Grow这个工具 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Grow这个是 不断的启发一个人 从他人的尊重 到自尊 到自我实现 他在挖掘他 自我实现的潜能 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工具 一定是 就是有动力 有虚担 有一些孩子 他不想学托福 他每天还在怨恨自己的父母 这样的孩子 用教练工具 是没有用的 你用Grow几个模型 你的目标是吗 我没有目标 你想学托福吗 我不想 你喜欢托福吗 不喜欢 你喜欢英语吗 不喜欢 你觉得英语怎么样 不怎么样 没有任何动力 这个时候 你如果你用这个Grow 这个模型 你会觉得 哎呦 踢不动 或者觉得说驴神不对马嘴 就完全用的不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对 对于对于管理 你们在你们的场景当中 我觉得Grow这个模型 可能是能够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呢 在我听到教练文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名词之后 十多年之后 再一次来分享这么一本书 高绩效教练 Coaching for Performance 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然后知道如何和同事沟通 如何和自己的孩子沟通 如何如何做一个更能倾听 或者帮助对别人有价值的朋友 谢谢大家